哇 妈呀这大葱怎么成这样了 感觉我的大葱都上冻了 冻得有点黏糊糊了 又赶在下集之前 吃一碗羊肉汤 看一下这个环境太接地气了 这个是玉米杆 弄了一堵墙 老板羊肉多少钱一斤 羊肉 70块钱一斤 70 那全羊呢 全羊60 全羊才60 对 快帮我来一碗全羊的 然后来半斤的 大姐这切的是哪个部位 这是 羊排 雷婶 羊排也行 雷婶也行 行 行 就要这个吧 哇 好多 35块钱的 35 不是30吧 35 全羊的 对全羊 对我要全羊的 哦 这是用汤给它烫一下 对 这不叫回锅羊肉 对不叫回锅 行 不要醋 不要醋 也不要辣椒 哈哈 这样就好了 好嘞 开死了 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湾牛 今天又来到了山东沸县的上野大街啊 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叫山东下午茶 因为这边快收摊了 然后今天的全羊是60块钱一斤 然后纯羊肉是70块钱一斤 价格也很实惠 这是30的一碗 呃有很多粉丝问我为什么每次就是点的时候都会要一个30的 是因为我比一般的人饭量大一丢丢 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啊还是想照顾一下他们生意 因为在大级上就很少会要这么多都是一般他们都会说 思我饿死我都听会了哈哈 所以我会要一个多一点的照顾一下他们生意哈 天天来山东天天喝羊汤天天喝不够 说咋整啊 他今天的这羊汤里很特别啊 他里面还放了那个叫什么黑胡椒 真骂玩意儿 没看见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啊 你们也没看见啊 不过大妈挺实在的 给我搞的是肚皮上的好肉诶 五花三层的感觉 先来狗一狗 嗯 香诶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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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